看到斜线斜线,资料里面就是会按右,等于是自动帮我做一件事 自动帮我把什么呢,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格式变成日期格式 那因为这样关系,如果你将来呢再输出什么 再输出数字的话,它这边因为已经格式被改成那个日期 所以输出的话就变成日期格式 那这样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它改回来,你可能要不就按右键出身格式 把它改为通用,或者改为数值都可以了 假设改为通用,它才会回来 但是呢,你想说老师那不可能每次我按下去,然后又回来 然后又一次,那如果我希望呢,我能够按下按键 这边不用写,不用做那个键盘滑鼠去控制,而是用VBA控制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写 很简单,不过这边可能要学会一个就是怎么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变更为格式的这个VBA程式 那这个程式当然有几种做法,如果你不会写啦,录制剧 可以啊,它也会帮你产生,不过录下来的东西会一串很多行 其实如果你要自己写VBA的话,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我写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你可以写在哪里,在输出这边的话 等于补充一下,因为同学刚好问到,那我们可以写在哪里 当它全部输出完之后,所以写在最下面那个NAS的下方 告诉它什么呢,告诉它说啊,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哦 帮我做那个范围,所以你第一个用Range物件 里面告诉它说啊,你从D2到D多少呢,D9好了,这个范围,那你可以用追踪的 D2到D9呢,点,里面有个属性非常的重要,这个属性就等同是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它的名称叫Lumber,你打个N,向下填满,哎,向下选啦,其实我建议哦,你可以不用自己打,用选的,你打个N,往下选会有个Lumber,FormatsLocal 这个选项,这个选项,等于什么呢,如果你将来呢,希望它里面是放一个数字的话 那你记得双引号里面,放一个0就可以了 这个双引号里面放的东西,就等于是你在这个地方里面按滑鼠右键 去储存的格式里面的制定,去改这边是一样的道理,就把这边改成0 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哦,OK,你看看确定,它这边会改回来 那如果说VBA里面,就刚刚讲的那一行程式而已,所以我们试一下,基本上做完之后,Lumber,FormatsLocal 然后把它改一下,去除哦,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 这边OK,变成什么样呢,输出本来那个什么呢,这边已经OK了 但是怎么样,这边变不OK 为什么,它帮你改成数字,变成说它改了,那怎么办,没关系 你就是再把它改回来,改成什么呢,按右键,出现了格式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先改为日期 那可是日期这个格式,你不知道里面放什么,你可以先点日期,再点制定 有没有,它会出现四个Y,一个斜线,一个M,再一个斜线D 那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记一下,或者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贴到我们刚刚这边来就可以了 我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改了数字 那Ctrl C,在哪边改呢,在去除栏名的最下面一样 在针对那个范围 修改为什么呢,修改为四个Y,斜线,一个M,一个斜线,再一个D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改完了,改完之后 等于是说呢,如果我今天输出资料的时候,它是数值 输出那个日期的话,它一样会帮我把它格式 所以基本上,两个地方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这边吧 Number from a local 反正这个Ranch 里面呢,如果将来你要做任何范围的储存格式的话 等同是你按滑鼠右键,出现了格式 反正通常动作的话,那你记得就是 改Lumber from a local 等于后面这一串就OK了 这个还蛮重要的 可是如果我不敢格式,我可以直接把它加上双引号,把它就是整个字串判进去吗 因为我们这个后面 就是在前面在剪下贴上的时候 等于去抓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设定成字串的话 会不会就不用做这样的 不过因为,主要是,主要为什么 因为是VBA,你本来丢一样是丢文字 但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文字里面 会有两个斜线 那它只要,这个也是Excel太聪明的地方 它只要看到有两个斜线 它就自动帮你转日期 这是它自动转的 而且这个功能 除非好像你可以把它关掉 不过可能要再找一下里面的设定 就它只要遇到这个,它就自动转成日期 那当然这个有个好处啦,就是避免错误吧 不然以后呢,如果没有帮你转的话 以后你要做日期的运算,就会发生错误 因为你看起来以为是日期 但实际上它是文字,你就无法做后续的日期的计算 那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这个Excel的方法 把它直接加上双一套 这里,如果说你要把它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说因为它本身丢过来的 这个就已经是文字 只是说丢进来之后,它自动帮你转成日期 那当然除非说你又再把它转回文字 Test 可能我试一下 也许你可以在这边 再多做一个动作 不过我不确定 这边Excel你可以 再把这一个 用成什么 Cstr Cstr 就是转换成文字的意思 然后再把这个丢回去 这可能 试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在转 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没办法 我看一下 因为它只要遇到那个两个双斜线 它就会太自动了 那这边我们试一下 看会不会 这个出来的东西 会不会是如我们所想的 这个方式 那有些东西可能要试一下才会知道 那我这边试一下输出 不过看起来 按右键出现格式 他还是没办法 所以 只要他遇到两个斜线 他就一律 帮你加上 这个格式 所以 刚刚讲的那个方法也不行 即便你怎么转都不可以 所以只能从那个格式里面 No.4 local 去下手 OK 所以 顺便 顺便 补充一下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这部分 你怎么转都不行 主要是 还是要有那个 资料形态的概念 就是说在Excel里面 你放进来的东西 如果说它是 那个 那个什么 文字就是文字 数字就数字 还有日期就日期 不过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转进来的东西 可能你看不到以为它是一个日期 但实际上它却不是一个日期 不是日期 看起来是日期 但是一个文字 那你那个时候就要怎么样 把它转成什么 一定要是日期 才有办法做 做后续的运算 否则的话 它没办法做运算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要还用Date函数 去把它转一下 好 那刚刚主要 就是再加上一个Lumber 就OK了 那其他这个 像Indirect 这部分 DEF区 这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在 像这个 Row 这个刚刚讲过 所以你用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 这个哪一个 这个INT 这个 这个其实就可以 所以以后 你甚至可以拿这个 当成 范本 以后的话 如果遇到类似的 你可以拿到这边来用 就是这个公式 直接把它贴上 前面加个等号 因为刚刚我把那个 公式给拿掉 等号 那这样的话呢 后面就是1111222 这个应该没问题 从到底下 所以1到8就没问题 但是 DEF区这个可能就有问题 那其实你也可以拿 刚刚的公式来改 刚刚那个公式的话 就是 MOD这一个 不过MOD呢 它最后抓到的 会是1234 但是我要的是 DEF区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 先等号 等于 1234 但是 这样应该不OK 所以怎么办呢 我如果要变成 那个 DEF区的话 你还必须要把这个公式 先减下 不发含等号 放到哪一个呢 刚刚有提过 CH 有没有 那个文字里面的CHAR VBA的话 VBA的话 刚好就CHAR 两个错用一样 贴到里面之后的话 它是1 可是呢 ASCII Code内码表里面的第一的话 它是 A是65 66 67 68 所以我还缺多少 1 再加多少 67 所以我可以 再加67 你可以加在后面 或者加在前面 或者加在前面都可以 加67 或者67 加也可以 加完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我产生一个D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我往下一拉 DFG 会不会出来 出来了 DFG 往下 填满 放开 DFG 全部都DFG 所以做完之后 那我当然可以怎么样 利用合并的部分 可以插入一个 DAFG 那我就可以用 刚刚用过的 最近使用过的 INDIRECT 然后呢 我就把 这个 AND串接 这个 串起来就是D1 不对 不是 应该不是D1 应该是D2 所以这边怎么样 把它加2就好了 OK 刚刚有讲过 加1就从1开始 加2呢 就是从2开始 所以 向下填满 刚好就2到9 放开 OK 所以 合并的话呢 那就INDIRECT 直接去 这个 串什么 AND 然后串后面这个 串起来的话呢 就D2 然后向下填满 放开 OK 不过我这边 好像路使用 我没有把它删掉 好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啦 其他细节部分我想 就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 那 最后VBA部分 大家也可以把它合并 这边把它合并起来 逻辑的话 其实 跟刚刚 那个部分 还蛮接近的 只是说呢 在 其实合并的话 在VBA里面 也会牵涉到 4I 4J 这个范围 那我们可以 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来 不过其实 4I 4J 其实也可以 直接一个一个一个抓 放到指定的位置 那这里其实也可以用 K就可以了 我是用4H 不过如果你不用4H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 4I等于2到9 4J等于4到7 然后我就抓到这一个 把这一个抓到指定的 Sales K等于2 从第二列 所以 K 那如果你不用4H 我们用刚刚的概念写的话 其实可以写成 合并的 我看一下 我好像是写4H 不过如果你不写4H的话 你可以用我刚刚写的方法 就是 K的方法 那你如果 直接可以把这个 这个程式 有时候 拖篮一下 也可以把写过的程式拿来用 K等于2 指的是 要抠到 I 兰的 第几列 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 K等于2 然后 I一样是2到9 J一样是4到7 那我关键的地方呢 其实输出结果 记得是后面的东西 帮我写到前面 那前面的话呢 我是要写到 I欄 的 应该是 K列的I欄 所以把 Sales I 他用它抠过来 所以把它写到后面 这个写到后面 那前面的话呢 是写什么 写那个 Sales 这边有个Sales K列的 诶 逗典 I欄 所以它后面的东西呢 会帮你抠到前面 那记得最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 K等于 K加1 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抠一个过来到第二列了嘛 然后第三列 第四列 一直在推 一直往下 所以其实 刚刚的这个程式 合并的程式呢 其实可以拿刚刚 我们写过的 那我只有改一个小地方而已 就是 把Sales IJ 放后面 前面的话呢 就是 Sales 的 K列 的 I欄 应该可以看得懂 前面都有写过的 我只是把前面的程式拿来改 改完之后呢 诶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了 试一下 如果 我是建议 如果你刚开始 学那个VBA 假设你没有信 没有把握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按F8 足行跑 除非说你已经很有信心了 写很久了 应该没错 你就直接执行 不然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按F8 足行去跑它 另外的话呢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射中断点 中断点就是你 停住 再配合F8 反正还是中断 配合F8 中断的好处是 你就不需要一直按 一直按 你直接 停在 你可能觉得 会比较有问题的那一行程式 然后呢 再来去足行跑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边我还是按F8 好了 我们足行来跑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后面的东西 可以把它 就是 拉 跟VBA浮在上面 然后两个 互相参照 那比如说 按F8 k等于2 意思就是 我要输出到 的是 从第二列 帮我输出到 i欄 然后这时候的话 i先抓第一个 所以Sales i追的话 会先把入职时间 抓到第一个储存格 有没有 现在把入职时间抓过来 k等于k加1 帮我加1了 所以k现在等于2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放在 i欄的第三列 抓下一个资料 所以名字 然后它的功耗 它的内部电话 意思就是 再来下一个 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全部执行 跑完了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只是 拿刚刚的程式 稍加修改 其实 就完成了 另外 当然我在讲义里面 有一个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话呢 你当然另外一种写法是 可以告诉他说 我要的是这个范围 而不是说我指定哪一栏哪一列 然后呢 你把那一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丢 也可以 两种方法 至于哪一种方法 你比较 我是觉得你习惯的方法 就相对的 会是一个好方法 OK 应该 没问题吧 没有反应 那可能无穷回圈 那可能无穷回圈 会不会 因为 没有 那个 那个 刚才的 那没有影响 那个没有影响 那他 有有动 不然你就按F8 有的时候如果说 他有没有执行 没反应的话 其实按F8 也是一个 F8的话 他会 一行一行告诉你说 哪一行 每一行 有没有在动作 你可以把游标 再放在 那个每一个变数上面 再去检查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